中国梦想秀 就是我们的梦想大使 周立波先生 欢迎波波老师 一切准备就绪 让我们马上请出 今天的第一位追梦人 今晚 一个神秘的红色电话亭 来到了中国梦想秀的现场 他是谁 究竟为何而来 周立波先生您好 这是中国一栋 10086客服务中心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为什么你们中移动电话 不动它就没信号呢 只有移动才有信号 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您好 很抱歉 当前这个信号不是很好 我没有听清楚您说的是什么 那先生请您重复一遍好吗 谢谢 很舒服 你说是吧 为什么你们中国移动的电话 为什么移动的时候 信号不错 一停下来 它就没信号了呢 先生您好 我们是中国移动 您当然要移动 好 先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您好不好 告诉我们你的名字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玉心丹 我是一个来自贵州贵阳的女孩 我今年二十岁了 二十岁的贵阳女孩玉心丹 声音特别的好听 你到现在还不想出来 跟我们大家见面吗 我想出来啊 好的 我们用最热的掌声 有请玉心丹 哇 郭博老师好 严厉姐姐好 这个名字这么小 人蛮大的 那好 丹丹 告诉我们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不要再做易姐妹 我参加了一些电视节目 每次参加了以后 很迈力的跳舞 但是到后来呢 永远都没有被播出过 所以你来到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 你希望的是 我希望我能在梦想秀的舞台上 完完整整的 跳完一次舞 不要被剪掉 只是想让所有人知道 我们胖胖也能跳舞 来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现实 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 就一个人来 有没有人陪你来的 有 谁 陪我来的这一群呢 这一群啊 是中国梦想秀 史上最重量级的 也是最棒的 一群家属 一群 对 能不能出来一下呢 外国朋友 我不好说 我先自我介绍 名字叫李树 我来自非洲国家 贝宁 现在在那个 哈尔滨工业大学 念博士 哇 好花工大 对 谢谢你们为 为好朋友来站台 来 丹丹向前 不不老师 不老师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丹丹 礼物要送给什么 丹丹 丹丹 是 好 我以为是 好的 好浪漫哦 对 很浪漫 丹丹 我知道你这段时间 练舞练得太艰苦了 我知道你练得 都把你的肩膀都舒爽了 我知道 作为你的好朋友 我想在中国梦想说 这舞台上 送给你这些礼物 只要你要送 所以 这幅画先送给你 李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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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玫瑰送给 送给丹丹是 什么礼数吗 呃 孟老师 其实吧 跟你说吧 我是 追 追梦人的追梦人 你是追 追梦人的 追梦人 啊 追梦人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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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丹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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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丹 丹丹 哎 我愿意 我愿意 大家的肩膀受伤了 因为这两天 练五年都太艰苦了 所以我想送给你这个高腰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个理数是我看到的 看到的最中国式的 非洲男人 你这个怎么叫他肩膀呢 你明白了 他希望 你如果 你如果 你就是他的肩膀 知道吧 好 你愿意做他的肩膀吗 我愿意 这个 丹丹 最近你不要讲 还是招进机会 因为现在市面上肩膀缺货 你们同意吧 觉得理数跟丹丹是那么回事吧 有吧 我们非常同意 那么他们也是挑明关系还是什么 没有挑明过 他一直在追他 他一直在追他 是 这个 这个丹丹 这个你这贴膏药拿过去 他一辈子就贴住你了 你想好了 但是你那就给膏药的时候要诚恳 对 当他肩膏药 就是他这贴家 刚才美 他是深爱的 孟集 我 有 有皮膏要一踢就零 不踢不零 万事万零 非常感谢你们 给我们看到了浪漫的一幕 我不管是不是有结果 至少我们看到了 童真和浪漫 感谢 但他的梦想很简单 他没有希望 这个帮助这个帮助 只希望 只希望他今天的表演 和你们在一起 能够在电视上放一次 对吧 准备投票 5 4 3 2 1 开始 好准备投票 祝贺丹丹 好 丹丹 祝贺 好了 丹丹 恭喜你在这儿了 不仅梦想得与成真 而且还收获了一份甜美的爱情 梦想已然实践 我们看你的表演 胖胖也有春天嘛 我把舞台交给你 期待你的表演 我把舞台交给你 我把舞台交给你 好准备投票 4 3 2 1 呼喜于心丹 在收获爱情的同时 终于摆脱了意见没的绰号 看到自己在电视里的精彩表现 有没有感受到梦想成真的喜悦 真的很感谢他们 我们胖胖也需要爱 雅迪中国梦想秀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追梦人 我叫文世龙 来自陕北延安 我是一名英语老师 这么多年来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刘欢老师 今天我带着一个民族的梦想 勇敢地站在了梦想秀的舞台 我将沿着刘欢老师的脚步 去追求我自己的梦想 梦想秀 I wan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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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verybody You are Nice to see you Nice to see you Yeah Right Nice to see you Nice to see you Hello 我们的梦想大师在哪里呢 在那 你不是戴着眼镜吗 OK 欢迎 Buber老师 你好 老师怎么称呼您呢 My name is 文世龙 My English name is Dragon win I come from 阎安 in northern 山西 I teach English OK 是英语老师 是啊 阎安 陕西 阎安的老师 山北的 嗯 你平时跟学生上课也这样吗 如此的兴奋 那我在这里模拟一下怎么样 好 等会 那个我叫个学生过来 大三 报告老师 全班全体同学 大三 一个人到 我是班长周立包 请老师指示 现在由老师和大三 直接对话 班长旁边学习 大三 Could you repeat after me OK OK Can you can and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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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inter 你要 老师做什么叫做 这是我们中国的规矩 老师永远是正确的 大三同学 好吗 我认为大三 跟着老师一起 Can you can can and cannot can can 开始 好 在场的 所有的观众 大家一起熬了 老师校长说了 你只能带一个学生 因为他是特殊学生 只能 Can you can can and cannot can can 开始 Can you can can and cannot can 看多懂吧 你看懂了吧 老师,大三学生说看不懂,他态度很不好 你接下来可以用用你所熟悉的英语骂他 不能的 他说不能骂人 第二句是什么 East, West, Home is the best East, West, Home is the best 班长,什么意思 班长一带你回去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写唱了我的这个歌 再说 好,老师,舞台交给你 好汉歌 谢谢 咱们 Y140 Come on, Come on Let us go See gymnastics on the show Give a shout! Give it a flow Come on, Come on Let us go i-yo,i-yo,i-yo,i-hi-yo i-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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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yo Stay justice on the show Give a shot,Give it a blow Come on,Come on,Let us go 谢谢,谢谢文老师 Thank you 我还第一次听到带着浓浓的陕西洋肉泡味的这个好汉哥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 我想拥有一次去国外野唱的机会 Oh my God 我们看看他的梦想能否实现 老师,请您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现实 你好 老师,那你有没有想过 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气 它会存在一个发音的问题 那你用英语直译 你说 你用英语来唱一下 怎么唱呢 你听得懂吗 你听得懂吗 这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搞语言的 文化和文化之间 它不是每个东西都可以柔和的 特别是语言 这好像有一个问题 这是一种文化的传递 文化的传递 对,因为他这个歌曲呢 他有的外国人他清了以后听不懂 他没有那个画面感 只是学历很好 但是他清了那个词以后 他就有一些内涵美 他就能领悟到啊 所以我现在是在做这个尝试 产生出一些经典的可能性 我们就你这个事进行 对你的梦想进行投票 You're lucky 5,4,3,2,1 开始 我在这里要感谢你 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谢谢你,老师 谢谢郭光老师 美好的音乐 为你送行 谢谢 虽然文老师的梦想未能实现 但他的快乐让人印象深刻 也希望有一天 你能将自己翻译的歌曲 畅想世界 雅迪中国梦想秀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追梦人 他们是一对来自台湾的亲兄弟 哥哥阿福和弟弟 为了改善贫困的家境 从小外出社会 大拼赚钱 虽然也有过误入歧途 但喜欢音乐的阿福和弟弟 总在只有十平方大的房间里写歌 其实这段路也蛮难走的 我们从小也没有摸过乐器 都没有 然后经济来源的压力 每天只有炒饭 我希望我哥能够这样一直 手牵着手这样一直走 走这些路就对了 今天也是为了我和我弟 AG多年的音乐梦想 来到中国梦想秀 Let's do it 欢迎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阿福来自台北 今年33岁 职业是MC MC MC的职业就是在夜店里面 搭配着DJ 然后拿着麦克风把现场的气氛 炒热的那个人 你可以在这个现场把这儿当作是 你的那个工作的场地 然后让我们嗨起来吗 待会 好 舞台交给你 期待你的表演 谢谢 好 This is a dream You're into a center Share 中国梦想秀 所有的现场朋友们 你们好吗 把你的双手 现在全部举到空中 让我看见 把你双手全部举到空中 跟着追了自己一起 左右摆动 双手 让我看见 放到空中一起 跟着摆动 双手借给我 双手借给我 3 2 1 飞到太空拥有 绕着月亮潜入地球 海盗过头想保留永久 进行海淡冲个音浪 自由穿梭在地影之上 音浪再强不晃 会被撞到地上 Come on 音浪再强不晃 把手借给我 收拾三体放开自己 地心盈力抓不住 跟着音浪一起流动 Come on 就跟着音浪一起流动 Bertune 音浪再强不晃 会被撞到地上 音浪再强不晃 会被撞到地上 谢谢阿福 我瞬间觉得这是一个盛大的party 那今天来到这里除了给我们带来如此的让我们嗨起来的表演之外 你的梦想是什么 出一张专辑 饶舍的 Rap的说唱的专辑 好 祝你成功 谢谢 来 请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现实 你好 阿福 你好 伯伯老师 很少 很少在这样的舞台上看到一个人 可以一个人浩浩荡荡荡 很不容易 是 谢谢 功力很强 在夜店做了多长时间了 前进后后大概八年时间 我前面听说你的梦想是想为自己出一张Rap的专辑 对吧 是的 其实这个对像你在这样夜场做八年的人来 并不是件很难的事情 这个梦想其实也不单单是我自己的梦想 那我从小的时候呢 有个弟弟 因为当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因为家境不好 那没有办法再攻击我们念书 为了生活 所以说我们当中又去做了一些不好的工作 那误入歧途 那我弟弟跟以前 因为以前跟我一样都是为了生活 然后没有念书 然后我们到后来又聚在一起生活 然后一起追求我梦想 你觉得你是在追梦还是在做梦 我在追梦 那我这个梦呢 除了我自己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跟我弟弟一起 我们两兄弟一起在一个 就是生活很拮据的时候 然后曾经在那种食品的大的 那种房子里面两个人一起居住 然后两个人一起吃一份炒饭 然后一起创作 然后一起写出生活中的点点弟弟 弟弟今天来吗 今天有 弟弟有来吗 是的 有在现场 在我手上 我的弟弟因为在跟我追求这条音乐的路的路上呢 在09年的时候 发现了罹患了舌头的癌症叫舌癌 在10年的时候 10月份就过世了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阿福和弟弟的音乐事业 即将走向正轨 一路从台湾唱向世界的同时 弟弟不幸被检查出舌癌晚期 在患病期间 弟弟仍旧在病床上创作他未完成的作品 他在歌词里写道 真有这么巧合的命运事中 这无情的捉弄 我选择坦然接受 2010年10月 为了坚守两人的梦想 弟弟拖着病区 打着止痛计 和哥哥一起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表演 而对于阿福来说 弟弟最后的心愿 也成为了他一直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在这个发生癌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因为一开始检查 医生跟他讲说 他要把这个舌头给割掉 可是他在当中去做取舌说 身为一个创作歌手 老舌歌手 如果把舌头割掉了 他也是什么都不能做了 他就一然而然的拒绝开刀 然后制作化疗 然后还保有着希望 认为说他终于一定会好 然后一直撑一直撑 撑到了一年多 然后最后 别离而离开这个人世间了 弟弟离开的时候 多大年龄 我弟弟离开的时候二十九岁 二十九岁 是 我弟在生前的时候 他在创作 人家有有人问他说 你做歌的愿望是什么 你跟做歌的理想是什么 他回答这个人说 他希望他能够在死后 有人能够记得他 这是他的歌 有他这个人 我弟弟叫林战俊 希望大家听到他歌 能够想起这一个人 曾经还有做过一些很棒的歌曲 能够感动大家 你们都在做音乐 弟弟离开你有没有为弟弟留下一首什么歌 有 这首歌呢 也是在我们音乐路程当中 即将要迈向高峰的时候 所写的歌对我非常有意义 我们在这里能够聆听这首歌吗 可以 好 谢谢 这是你弟弟的照片 他叫林战俊 希望大家记得他 AG 我即将带来一首歌叫做 全新的自我 狠角色 Yeah 瘋狗梦想笑 我想听到你们全部的人声音喔 我来测试一下 Somebody say ho Say hey Say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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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叫声啊 有我的歌手 不敢相信这一步我真的做到了 但我知道这一切一定会没用诚诚 没有错让我们兄弟两次行来负责 全职自己不断前进这是狠角色 就是这首不会错 新的阶段呈现不一样的我 每段成功的背后 有谁知道这一路走来之后 付出多少并不代表能够荒益良多 我不后悔也没有错 在我年轻的时候至少风光过 回头想想 看看台下的你到底做过些什么 什么都不懂 就想听一切都要出风头 没有坚持努力的人千万别跟我说 你那还没有实现一直想要完成的梦 不可否认麥克风控制 Let's go 今天现在来的 我感觉说 其实杨征在那里我不要快乐 杨律的行为我归来的好 我也归来的好 我们的女儿要看路的 竟然开始跟女儿的发现 她也很嘎语 不管相信这一步我真的做到了 让我知道这一切一定会美梦成真 让我知道这一切一定会美梦成真 没有错让我们兄弟两自行来负责 其实自己不断前进真是狠角色 默默的落下 不管相信這一步我真的做到了 但我知道這一切一定會美夢成真 沒有多讓我們兄弟倆自行來負責 堅持自己不斷前進這是狠角色 我剛才聽到 搬音帶裡面有一個聲音 那是你弟弟的聲音嗎 是的 就是我跟我弟弟一起合唱的 OK 其實我現在的狀況 我帶著他等於是一個身體有兩個靈魂 那這條路上面 有很多的挫敗有很多的挫折 我把他那一份想要成功 想要完成的那份行願帶在身上 那我不想展現很悲傷很悲哀的那一面給大家看 因為畢竟我帶了他來 要給他面子 要讓他爭光 我想你站在這個台上 還是伴著你弟弟的聲音一起唱 是 你健毅的外表非常粗獷 非常男人 但是我相信許多人都看到 堅強粗獷背後的柔弱 你的夢想是想錄一張專輯 是 是 錄一張你 跟我弟弟的專輯 你弟弟的專輯 你會在乎他的發行量嗎 不會 我只是想讓大家知道 能夠聽到他的聲音 然後讓大家能夠認識他這一個人 阿福你覺得音樂會給人帶來浮躁 還是給人帶來幻覺 音樂帶給人無窮的希望 好 如果你的音樂前面感動他們了 我想他會超過240票 如果沒有超過的話 那可能你還要懷著這個夢想 繼續前行 你能夠接受嗎 可以 我一定會繼續前行 不管結果是怎麼樣 好 祝你好運 謝謝 請為他投票 5 4 3 2 1 開始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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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節目吃到節目一加起來 你看節目吃到節目一加起來 阿福 阿福 祝你 祝你 祝你謝謝大家 祝你阿福 我們將會在今日安排你的檔區幫你助營 幫你挑最好的朋友 好的 謝謝大家 好 謝謝阿福為我們帶來美妙的音樂 祝你阿福 繼續堅持音樂夢想 加油 為你送行 帥氣的饒舌歌手阿福 終於實現了和弟弟共同的夢想 也祝你 帶著弟弟的音樂精神 飛得更高 走得更遠 雅迪中國夢想秀 讓MIT來歡迎下一位追夢人 大家好我叫張文靜 今年二十五歲 來自內蒙古吃風 我和許多同仁的女孩不一樣 我不喜歡唱歌 不喜歡跳舞 不喜歡去逛街 也不喜歡打扮自己 但是呢 我有一件非常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拍DV 但是我拍的DV 和許多人拍的都不一樣 這次來到中國夢想秀 我一定會被我的夢想全力以赴 文靜加油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 各位老師好 來 到姐姐身邊來 好嗎 第一次有看到追夢人 帶著DV就上來了 你會把這裡當作 你要拍攝的場景嗎 對呀 我第一次站在這麼大的舞台上 這麼重要的時刻 我自己肯定要記錄一下的 趕緊讓我們來認識一下你 我叫張文靜 今年二十五歲 來自內蒙古吃風 現在在沈陽工作 文靜妹妹 姐姐好 你好 歡迎你 那今天帶著DV來 你是裏面有什麼樣的作品 要展示給我們 還是就是要記錄一些什麼 今天來到這個舞台上 我也希望能記錄下來和 老師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就是說現在這個就要交給我 開始幫你拍了嗎 對呀 能不能調一下 可以呀 可以 沒問題 好的 謝謝 好了嗎 好了 今天來到夢想秀的舞台 怎麼想向你的夢想發起一個衝擊 是這樣的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笨的女孩 基本上 可以這樣這麼說自己 基本上我沒有什麼才藝 但是呢 我帶來一段 我自己拍的VCR 現醜了 今天拿給大家看 這也算是我的一個才藝吧 文靜妹妹她特別的實在 你是學什麼專業的呢 我是學護理專業的 對嘛 一個學護理專業的女孩子 這種勇氣 就值得我們去讚賞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欣賞你的作品 好嗎 好的 好 這時候看自己幹啥 你的嘴巴的那些活著 都給你叫一個 看你的嘴巴的那些 你能不能不能 不能那麼欺負我爸呀 自由的生活 讓他真的 謝謝小姐 你去 唉 你來苦念笑的 就是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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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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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星星下笔伤的人 总是不能懂 不能绝对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来吧 笑一个 谢谢文静 感谢你在这个舞台上 给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爸爸 对啊 这个就是我平时在日常生活了 其实然后呢 我爸爸 其实他是一个战斗人 战斗人就是世界五大绝症之一 他这个病呢 表现是肌肉萎缩 像那个水冻成冰一样 慢慢地动起来 不能动 但是他思维和意识是清晰的 虽然说我父亲现在生病了 但是我用我的DV记录下来 我们每天的生活 这个东西就会作为我 这一辈子最珍贵的回忆 爸爸患病多久 患病已经四年多了 这四年多就是你和妈妈一直在照顾她 我妈 我妈是 11年就已经去世了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我们全家基本上没有一张像样的全家福 也没有给我母亲好好地照一张像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一个25岁的女孩子 自己照顾爸爸 对 每天给他按摩 为他吃的东西 给他讲故事 你不用讲故事了 我爸不用哄 他很乖 对 你这也是在哄嘛 你说爸爸很乖 那你来到这里 你的梦想是什么 为了我弟弟能顺利读完大学 亲弟弟吗 对 亲弟弟这就是我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梦想 为了自己的亲弟弟能够顺利地读完大学 我不知道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来文静 请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现实 葳哥老师好 你好 女孩 我前面看着你笑着把你们家所有的不幸告诉了我们 你非常牛 也许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知道 眼泪不会让你妈妈再回来照顾你们 眼泪也不会让你爸爸爬起来为你跳支舞 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流泪有没有用 没有用 你需要获得别人对你的认可 还是希望获得别人对你的怜悯 我一直是这么想 假如说把我的人生拍一部电视剧的话 那么我一定希望它是一部励志剧 而不是一个悲情剧 这一直是我这么想的 我今天来到这里 不是来博得大家同情的 也不是说来秀一秀我爸爸 说我现在多么不幸 其实我现在挺幸福的 毕竟我还没有了母亲 我还有爸爸在身边能陪我 我爸的这个病是绝症 他已经无药可救了 我很佩服我爸爸 因为没有人有勇气 看着自己一点点走向死亡 我妈妈教会了我生活 我爸爸教会了我坚强 你这句话我要写到日记里去 你妈妈教会了你生活 然后妈妈走了 但是你爸爸教会了你坚强 他怕你不够坚强 所以他还在 那么现在社会好心人士 已经有人对你爸爸 给了很多支持对吗 对 你是怎么去回报他们 还有你是怎么去安排的 给我爸爸的那笔捐款 是在基金会 我爸爸如果是做手术的话 他们会把钱直接打到 医院的账户上标 然后我生活的这一块呢 我还是希望靠我自己 因为我现在还年轻 我有手有脚 我自始至终也不想把我的生活上面的困难 转嫁给社会 好 因为 我放心了 妹妹 朋友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其实你会比一般人得到更多的质疑 因为这个社会对质疑很感兴趣 对爱也许他们并不那么敏感 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说我爸爸的后续治疗的话 基本上够用 我的生活呢 也能够维持 但是我弟弟这方面他高上高二 他现在所产生的呢 错觉的念头 并不是说因为自己啊 学习不够好或者是不够努力 是因为他担心说我自己 担子太重了 因为我妈妈去世了 我一个人照顾我爸 现在我弟弟就已经比同龄人要懂事了很多 我每个月给我弟的生活费 都是由我自己的生 交完房租和我爸爸剩下来的钱 维持生活 有一次我弟弟生活费消费特别大 然后我就觉得他特别不懂事 他消费了多少 我每个月基本上给我弟弟生活费是五六百 然后他那个月超了二百多 这么多年我没有给我弟弟发过火 但是我给我弟弟发火了 是为什么 因为他说姐我把饭卡放在家里了 没有带 然后这些天都是跟我同学一起吃 他们每天早餐都会加一个鸡蛋 然后我觉得当时我冤枉我弟弟了 我觉得我特别的密集 作为一个姐姐来说 因为高中生码正在长身体 我觉得我特别无能为力 他觉得上了大学我根本就负担不起 还不如现在帮我一些忙 但是我弟弟那么瘦小 因为他已经十九岁了嘛 个子还和我一样高 弟弟现在是高级啊 高二 今天来了吗 来了 嗯 波波老师 身边的那个事 波波老师好 大家好 你好 小伙子 你可不可以用几句话 来形容一下 你的姐姐 我感觉我姐姐特别坚强 其他的女孩子 在二十五岁的这个年纪 你姐和同事聚聚餐 或者是唱唱歌 逛过街什么的 但是我姐 她只不过是奔波在 我姐公司和家里 两点一线之间 没事 你姐我是四雄同体的 我明白了 你这既当爸一把忙的啊 还当姐 姐是不是就像你妈一样 对 你你学习好不好 中上能左右吧 你渴望读大学吗 渴望 因为我特别县望那种 大学的生活 你是想往生活 还是想往责任 更多的是责任吧 波波老师 说 我能不能让我弟弟 站在我旁边 你觉得你站到你姐姐这边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请 你好 波波老师好 你觉得父亲为你们的一生 会带来很多麻烦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为我们奔波 二十多年了 到现在 我父亲病倒了 我们做儿女的 不应该去嫌弃他 有一句话叫 久病床前无孝子 你们怎么看的 那是因为亲情还不够浓 父亲如果 再陪伴你们二十年 姐姐会怎么样对待呢 我依然会照顾他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最亲的莫过于父母 我已经没有妈妈了 我不能再失去我爸爸 即使是他不能动 即使是他可能 这样大家看到是我的脱领 但是有他的地方 不管是租来的房子 小也好 大也好 但是那是一个家 我弟弟回家 我回家 都会有笨头 你同意你姐姐的说法吗 同意 与我父亲 才有一个完整的家 我觉得你姐姐解释了 一句长期以来 我一直在想 没有下句的 就是 久病床前无孝子 然后你姐姐的解释是 他是你们的希望 是你们的忌痛 你用你的行为 和用足以让人 确信的真诚 告诉了我们 并非每个人都是 久病床前无孝子 而是 亲情还不够浓 爸爸老师 我弟弟一直 想为我爸唱一首歌 希望你给他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能不能 一块听呢 可以 把你的机器拿到这里来 紧张吗 不紧张 为什么 我这首歌 也要送给我姐姐 因为我姐姐 一边照顾我父亲 一边跟我读书 你真的不紧张 不紧张 你好牛 开始 我总是向你索取全部 曾说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微笑着说回去吧 转身泪湿眼底 我笑和从前要 陈你温暖手找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 拖轻风烧去安靠 时光时光 时光满血吧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我愿有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 一生要强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不足道的关系 收下吧 谢谢你做的一切 双双撑起我们的家 总是借尽所有 把最好的给我 我是你的骄傲吗 还在为我很担心吗 你先把你孩子长大了 感谢一路上有你 波波老师 虽然说我即使是她姐姐 我又是她的家长 但是她现在长大了 可能有些话也不会对我说 我了解她呢 只能通过她QQ空间 发表说说的方式 我一天我看到她的说说 她是这么写的 看见广场的叔叔阿姨 都在那里跳舞 我心里很难受 如果我爸爸能站起来就好 那个时候我觉得 她真的懂事了 昨天晚上回住的地方 我走得累了 就跟我弟弟开玩笑 说我说 看看能不能你背得动我 然后我弟弟说 小意思 我说你这么小这么瘦 你还能背得动我吗 然后他说 你才多少钱啊 他过来背起我 一直把我背到 住的地方的门口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很幸福 我说如果 以后我嫁在哪里 你一定要 也在那个城市 如果你姐姐受欺负了 你永远是我的后盾 前面我们大家都听到你唱了 你唱了一首很烂的歌 但是你让我看到了最真的情 我想问一下我的梦想 助力团 我们女士优先 作为一个聆听者 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 我第一 我希望弟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 来获得一份好的 可以改变自己命运 因为我们能帮得了你一时 帮不了你一世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你的学费 不过老师 我要说一句话 就是来这次节目 我知道我姐姐是为了我 但是我并没想 接受这次帮助 我已经19岁了 我也成年了 我想念完高中之后 我就想不读书了 我想自己去打工 不可以 因为那样 那样你会对不起 所有聆听你们故事的人 还有会对不起 我早就知道你现在的动态了 所以说我才带你来到这里 这个家我做主 你必须听我的 好 这个舞台上不能起冲突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在沈阳 做什么工作 我以前是做机械销售 想不想尝试 另外跟销售有关的工作 我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好的面试机会 怎么说呢 因为我现在两个小时回一次家 两个小时回一次家 对 你要照顾你父亲 对 我爸翻身啊小便啊 什么的都是由我来照顾 我上班的时候 我也是两个小时回一次家 翻一次身 现在的公司对我已经很照顾了 收入怎么样 我的工资每个月是一千六 一千六 好 我知道了 交给我 不不 老师 我现在不是来上来 跟大家来要钱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是想 想让我弟弟安心 一个是他的心理 一个是解决他学费的问题 我们借的钱要还的 我们不是不劳而获的人 这样好吧 这个姐姐 孟自然是很大的一个企业 她想帮助你 后面还有一个长得很帅的 香飘飘的 也想帮助你 我都没给她说话 我那也因为进水楼台先得月 我先走了一个后门 你故事说到一半 我太太已经明确告诉我 她的学费不可以有任何人 由我们来解决 负责你在大学的所有的学费 如果你读硕士 我们会跟着你读到硕士 你读博士 我们会跟着你到博士 同意吗 谢谢 别回来 我不谢 不谢 但最后要写后面的 共享观察员 说的美女 没有什么想法 我看你前面一直在擦眼泪 不是 其实我作为一个80后 其实我很难以想象 就是身为一个姐姐 就是要去承担家庭 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我没有兄弟姐妹 我没有办法体会到 身为一个姐姐 要去照顾弟弟 承担就是在我看来是父母 要承担的对子女照顾的 这样的一个义务和责任 我可以代表腾讯公益 为你们在两个月之内 募捐五万块钱 希望能够对你们 有一定的帮助 谢谢你 我不代表任何企业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们现在在铁锡租的房子 租金是多少钱 租金是1200 你的收入只有1600元 你却要花掉1200来租金 那是刚好是我个人自己 在沈阳有一套住房 再往外出租 那我个人愿意提供给你住 它是一个两室两厅 一分钱不不可能不太合适 那叫施舍 那叫施舍 你付一下暖气费和物业费 我想问一下暖气费和物业费 大概一个月多少钱 三百多一点 一个月 那这样你可以降低 你用四分之一 就可以又换好环境 又地方会大 不不 老师 我这下来就是为了我弟弟 你不觉得你的生活改善 可以有利于你弟弟 安心地读书吗 我觉得我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 我不想把我的生活 上的压力转移给社会 因为我现在的生活是不好 但是 还有比我更不好的人 不是吗 土豆优酷家 我们这边是有个项目 叫做优酷拍货的项目 就是你可以用你平时零碎的时间 拍一些东西 一个月兼职的费用可以上半 一个特别的视频 你们出的最高的价格是多少 最高的话是一千块一次 一千块一次 对吧 我想跟他请求一个土豆利商最高的稿费 没问题啊 就钱不够我自己出也没问题 他们会来越高的 好吗 然后就讲 文剑我想向你买一样东西 就是你的这个 自己家剪辑的DV的版权 就是免费播放的版权 我们的收藏片方公益基金 愿意出20万购买你的版权 然后让他去各个视频网站播放 请各位视频网站同学多顶一顶 你愿意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 谢谢 谢谢 好 只有240票 我们才能梦想前生 准备投票 网友飞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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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中国梦想秀最高的Tachi 非常感谢你们 非常感谢你们 80后孝顺女孩文静和弟弟 得到了梦想助力团的帮助 感谢所有爱心人士 也希望你们能坚守这份乐观和孝心 永远幸福 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雅迪中国梦想秀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追梦人 大家好 大家好 爱 求你们两个 要我一场 字幕 我们要带什么去吗 带什么去 我们要去参加 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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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下去吧 下去吧 干活呀 努力 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准备好了 音乐 这是哪里空气如此的际线 我都醉了 我怎么会在这里 这种圆梦人居然是一只老虎 请问老虎 你有什么样的梦想呢 我的梦想就是吃了你 这个有意思 这个老虎居然还会说人坏 你再说一次 我本来是跟武松有个约会 没想到来了一个洋人 算了 就当中餐该西餐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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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吃我可以 但如果你能圆我一个梦想 我不但把我给你吃 还把武松洗干净了送到你的面前 我可以吃一这么一样 说 什么梦想 好 我想临此前和你跳一支舞 顺便 让你吃的也能更轻到一些 好 音乐 Cumbumbumb Darby Let's go party I'm a Barbie girl In the ordinary world Life is classic It'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And brush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Life is your creation 哥们 你踩我脚了 Sorry 这个古代的老虎也不行 没跳脸吓她就晕了 官人 这这老虎是你打死的吧 是我打死的 不費吹灰之力 乖人 上旅吧 有意思 剛才這麼精彩的表演 我們也看到了 我特別想知道這個屏風之後的 英雄到底是什麼樣 你們趕緊讓我們看看你們的廬山真面目好不好 好嗎 大家好 大家好 孩子們 你們好 嗨 你們好 孩子們好 很精彩 全部 謝謝老師 你們先給我們做一下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陶鵬 來自山東濟南 大家好 我叫魯德峰 來自山東遼城 我叫田成光 我來自山東自國 我是來自雲南大裡的白族姑娘 李佳慧 我叫小水 來自東北鐵領那嘎嘎的 我叫范金娟 來自河北石家莊 雖然我們身高小小的 但是我們都是80後 原來跟我們是同一個時代的人 剛才的這一段表演非常好 那個皮影我很想看一看 到底長什麼樣 可以拿去讓我們看看嗎 我現在拿去 好 原來 我看看 唉唷 唉唷老兄 我是覺得還挺 真的挺像啊 我們那個是用上等的驢皮做的 可以煮著吃的 我有個建議可以這樣吧 你們跟我配好不好 就是兩 到後面 好 就是先是他開口 然後我跳角色 你們變那個 好不好 你們要跟上 好 好 開始 啊 中國夢想秀第五季 依然開始 對於夢想我有許多 許多想 你怎麼看上去像老虎一樣的 我就是老虎 STOP 你的夢想是 什麼 我的夢想就是 吃了你 怎麼死了 死的東西 我是不吃的 真掃興 我準備把你甩出去 一 二 三 五 什麼 動物和人的奇別就在意 動物不會造假 人可以用假話 滿天過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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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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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以上是周麗波扮演了周麗波的個人觀點 與周麗波本人無關 如有雷同 不是 榮羸 接見 來幫我們的朋友們 再次從我們評分後面走出來 我想知道你們剛剛給我們表演了這樣的皮影戲 那来到这个舞台上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我们想有一个家 可是你们都没有各自的家吗 因为呢我们是八年后 十二月一号呢 我们在北京举办了集体婚礼 等等 你们六位 对 都是那个集体婚礼里的新郎和新娘 对 我们也是领过证的 领过红本人了 原来如此 那我们就不要这样站吧 咱们一对一对夫妻站在一起行不行啊 来我们让每一对 你们最后一对让我来猜好了 来 好 先给他们掌声 对家有着向往的一些特殊的朋友 祝你们能够梦想成真 来请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现实 不过老师好 不过了 你们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你们作为特殊的人群 给大家的是一种特殊的 一种特殊的想法 我忽然发现哦 这个世界上本没有痛苦的 痛苦都是我们想出来的 其实这些年呢 说我们快乐呢 我们也非常快乐 是 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永远有一颗童心 大家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一起逛街 一起购物 我自己心里觉得 只要我们站着 就不比别人爱 对 对 我感觉我的幸福就是想 和我老婆有一个小家 然后做做饭 然后看看电影 然后我们三个吧 想让我们三位女士 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共享 二人世界的地方 对 你们是要和三为一的 二人集体世界 其实你们的梦想并不奢侈 但能告诉我吗 你们 你们想要追寻到这个家园 现在没有 还没有完成 它的具体的阻碍在什么地方 主要还是因为收入 主要就是说是 你们的现实收入 和你们具体的 并不奢望的理想之间 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公司里边管吃管住 其实我们挺感恩的 但结婚以后呢 就是我们想租一个房 但北京那边比较贵 然后别说那个 别说买房了 租房我们确实 就是一个普通的三居室 要留个六七千一个月 我想 让我们的梦想观察团 先来看你们的要求是不是高 大家有没有梦想观 请讲 他们的才艺也非常好 这种创意也非常好 我觉得为什么不能通过 你自己的努力 或者我可以跟你们公司 再合作一下 我觉得可以通过他们 比如说包装他们的一套节目 可以到我们那边巡演 或者怎么样 如果他们所在的机构 愿意和你们今来合作的话 愿不愿意为这些特殊人情 提前制作 劳费 可以 谢谢 谢谢 波波波老师 请讲 我觉得我们企业可以直接就是 赞助他们这个 房租 房租 但是我这边是有限的 因为你们后期一定要自己努力 你们只要站着就不别人爱 我相信这句话 我为你加油 愿意为他们自人 提供一些帮助 对 具体到比方说 十万 谢谢 谢谢 最后面 这个严酷的事实 告诉我们 有困难 可以找朋友 找社会 但是最终 考自己 考自己努力 现在有请我们梦想观察章 和梦想进展所有的朋友们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来 波波波 好开心 好开心 好 当然今天我们一份 属于你们的圆梦证书 要送给你们 恭喜这群特殊的朋友 梦想成真 只要自己站着 就不会比别人矮 请继续用你们的自信和快乐 努力度助 属于你们的幸福之家 这里是由电动车全球领导者 雅迪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梦想秀 让我们马上来欢迎下一位追梦人 大家好 我叫许文婷 来自山西太原 我在北京的一家餐厅里面打工 我每天都会工作到凌晨 直到送到最后一位客人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挣更多的钱 我所有的收入几乎都用来学习舞蹈 喂 姥姥 我下班了 马上就回去 好的 我知道了 我这一切的努力 都是为了能够实现 埋藏在我心目中 十六年的一个梦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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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柯柯老师好 我叫许文婷 年十九岁 十九岁的文婷 我很诧异 为什么会打扮成这样来到舞台上啊 我的工作服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在餐厅工作 它是主题餐厅 那你今天来到了这里 打扮得这么的可爱 你想怎么样来展示你的梦想 我今天带来的是 我多年来的做出的一个努力 我希望今天能在舞台上 用舞蹈给大家展现出来 要用舞蹈展现你的梦想了 好 我们很期待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 谢谢 我希望你能在舞台上 可爱姐妹 我的高兴会 人生这无悔 偶尔天真无限 谢谢你的恭维 我没有人会不配 手指线会要平面 谢谢你恭维 可爱万万岁 你手指无悔 谢谢我才对 谢谢你恭维 没有人不悔 没有人不悔 好可爱的表演啊文婷 谢谢 你刚才说你付出了多年的努力 为什么这么说 我16岁开始学习舞蹈 但是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在学 19岁1996年9年后 那你就是读完高中没有去读大学 我高中还没有毕业 高中也没有毕业 那你现在在这家餐厅里打工 然后你是用课语的时间 在学习舞蹈 对 每天上班要上到很晚 上到深夜 因为我们那边就是晚班 加班就会多赚五块钱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辛苦地去学舞 其实我这么辛苦地学习舞蹈 是为了我今天的梦想 就是可以站在这里 可以找到我的亲生父亲 我学业的另一半 这样我让我们的梦想大师 波波老师来好好地帮你梳理一下 我们也来聆听你梦想背后的故事 好不好 来 文婷请您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现实 你从来没见过你父亲吗 我记忆中没有记得他 OK 好 你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形象 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他在我三岁的时候就离开我了 我就是想见见他 这么多年都没有见 见见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你就想见见他长什么样 他是生我的人 OK 毕竟是有亲人关系在里面 你想见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对你来到这世间 从来没有负过任何责任的人 你想见他 对 我知道他离开肯定是有他自己的难处 妈妈有告诉你吗 我家人 我不会问他们的 我从小都是 我不开心 不高兴 难过 在外面受了欺负 我从来都不会跟我家人去说 今天你和谁一块来的 姥姥 大姐 你好 波波老师 这是好姥姥 姥姥你好 波波老师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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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这个外孙女的 我这个外孙女很懂事 我从来没提过他们的 这个找父亲的这个事 我觉得孩子大了 那个 那个 姥姥 那您对您的女婿 应该是有印象的了 对 那当然了 我们在一块生活了六年 而且挺和谐的 哦 就您对您 您对您的女婿 印象还是不错的 不错的 她还是正儿八经的人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不太负责任 不管怎么说 她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 正儿八经的人 其他的做事还行 但是这件事是很突然的 她父亲的不负责任 您是确认的 肯定嘛 哪有一个父亲 十五年不离女儿呢 有这样的事吗 好 谢谢姥姥 我们一会儿见 好吗 好的 稍等啊 稍等 这个 畅畅 我说假设啊 假设 你爸爸妈妈 很幸福啊 那个波罗老师 你想问什么问题呢 好 我明白了 因为 因为这涉及到 因为我是一个说话 很照顾别人感受的人 万一你的话题带到 你也和她一样的话 那我就显得不礼貌 对吗 确实是跟她差不多 好 谢谢 好 那你一到旁边 就问我们李小姐这边 其实我的状况 跟她也有些相似 我也是单亲家庭 再往下传 我想问 您的父母应该是很幸福的吧 我跟文婷的情况是一样的 可是跟她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我可能不会去想尝试见 血缘这种事情就是 你知道有 那就是有 你不知道她有 她其实就是没有 非常感谢 那个也许 也许 也许我在无意当中 触及了一个社会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非常 我们 我们去回避 但是它又确实存在的一个东西 如果这事要怪的话 你觉得要怪谁呢 即便是你们两个人 不想在一块过 你也应该对孩子的责任 负起来 对不对 本身她也就是喜欢男孩 要是跟男孩就没这悲剧 紫良大哥 那个文婷你应该喊我一声 万书了 我觉得 你 缺少那个父爱 缺少父爱 缺少父爱 那已经是 没有办法挽回了 因为你的父亲 不管他什么理由 他已经离开了 十几年了 也代表 你在他 心里面 是没有位置 如果是有位置的话 他离开十几天 就会来找你 所以 我觉得 我很希望 我能够很给力的 给你助力 去 努力的 生活下去 追求自己的快乐 而且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你必须要 加倍加倍 孝顺你的 姥姥 谢谢 妈妈 妈妈知道你今天来吗 不知道 我是瞒着他的 你是瞒着你的妈妈 对 好 你今天的梦想很具象 你的梦想就是想 见你从来没有 见过面的深深父亲 对 我那个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但是我不知道 寄到哪里去 我想在这里 读一下可以吗 好 波波老师 就是我有一个 小小的请求 因为 我在台测听 文婷的故事的时候 我就真的把她 当作一个小妹妹 会很心疼她 所以我想像 大姐姐一样 在身边陪伴着你 好不好 谢谢 谢谢雅丽 你好 先生 很抱歉这么 称呼你 这么多年来 爸爸这个词语 对我来说 既熟悉又陌生 像曾经拥有过 但莫名其妙地 就消失了 现在 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越来越强烈地 想要找到你 想要问问你 今生今世 妇女一场 十六年来 你有没有想 像我想你一样想我 有没有在深夜里面 像我一样惊醒 却发现 你不在我的身边 有没有像我一样坚信 总有一天会重逢 有没有担心过我 没有你的日子里 小朋友们会欺负我 邻居会嘲笑我 填表格的时候 在父亲那一栏 永远是无奈的空白 得益手册 每一年的评语 都写着 没有父亲 或者缺少父爱 这几个字 我不能骄傲 我也不能自豪 所以我习惯了谦卑 但我一直对着镜子 反复练习 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希望如果有一天 能见到你 我可以戴上 阳光般的微笑 面对你 十六年 整整十六年了 我第一次 把对你的思念 表达得如此统彻 我想找到你 没有目的 我不会去打扰你 安定的生活 你一定要珍惜 现在的家庭 爱现在的孩子 我只搜求见你一遍 哪怕只是 远远地看一眼就好 我怕父亲在我心中 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 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 这样的方式向父亲表达 对吧 文婷 16年了 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了 说都说不完 你的微笑让我有点受不了 这时候我就觉得 你就这个事情上的微笑 对我来说太过残忍 你这种笑 像钢刀在刺我一样 我是很乐观的 那我觉得你刚才那封信 它非常流畅 它几乎是情感上的蓬勃而出 这几乎是我听到的很多 在情感描写上最简短 最清澈的 但是却是面对 那么混浊的一个现实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 对你的梦想进行表决 让你这个梦想 在见到它以后 瞬间的破碎和被撕裂 我只想告诉你 你对你父亲 所有的美好想象 应该感恩于你的姥姥 因为你的姥姥 也许这么多年没有在你的面前 跌入过父亲的名头 我想 这是你姥姥 对父亲这两个字的真爱 但是我想 我想说 就是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是姥姥把我抚养大 我真的很想他 这样好吗 我刚才节目组 他们找到你父亲了 我这边 而且我这边 不哭 不哭 我已经 我的 这个信封里面 有你 有你父亲的电话号码 名字 和他的所在地 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作为一个看过 这么多追梦人的一个梦想大事 作为我本人 可能我是非常非常不愿意 让你见到你父亲 因为我知道 你相信 尽我的阅历而言 如果你想见父亲 还是你十九年人生当中 仅存的美好的话 可能当这个信封交到你手上 当你见到现实中 你父亲的时候 你这个生活当中 会少掉为出不多的美好 所以 我想 让梦想观察团 来 来为你的梦想投票 只超过240票 我给你 5 4 3 2 1 开始 1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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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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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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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6 9 9 6 7 9 9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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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云朵很美 但是你不要去触碰她嘛 这样一个结果 你打算怎么去安慰文婷呢 我也想不好 你会私下里面 我们的导演要这个电话吗 我不需要 孩子想要她自己要吧 所有的幸福和祝愿送给你 妹妹 你真坚强 你让所有的人都很感动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美好的音乐为文婷送心 虽然文婷仅以两票之差 未能圆梦 但相信没有投票的助理团成员 都是出于对文婷的关心和保护 也希望文婷的父亲 在看到节目之后 能够主动联系自己的女儿 帮她找回那份久违的父爱 届时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我长大了 其实我看不到你 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很想说这么多名的 我真的很想你 感谢蓝天下官网 新来网 新浪微博 腾讯 微信 优酷土豆 乐视网 爱奇艺网易 搜狐视频 迅雷看看PVTV PPS 搜狐新闻客户端 五六网 三级门户 风情网 酷我音乐 开心网 第一视频 别怕手机杂志 等所有平台的大力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